就像剛剛說的嘛 那今年我覺得我們的球員也要更精進自己的球技 因為我覺得每一隊的補強 每一隊的陣容都非常強 那我們的目標是三連霸 所以在這三連霸的過程 一定會遇到許多的困難 許多的逆境 希望他們都可以堅持 然後勇敢的往前走這樣子 今年因為就是三月會遇到這個經典賽 那這個會球團的一個訓練日程調整 不會因為這樣子然後有所一些分動 那因應說經典賽的一個賽期 那因為經典賽結束後才開幕嘛 所以比去年整個時間應該還會稍微的晚一點 那所以我們的調整的時間也稍微的多了一點 那就是看因為去年有拿到總冠軍 然後今年當然也不能鬆懈 就看去年比較沒有成長的球員們 他們怎麼樣可以突破自己 然後幫助球隊再次拿到好的成績這樣 這幾年其實能夠連霸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年輕選手 或是一些這個之前在二軍的選手陸續都有接上 然後這樣怎麼樣看說今年就不會期待說 有更多這樣年輕的或是二軍的選手也一樣 再有一些好表現 球隊內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嘛 那其實剛才林隊也有說 就算你去年站穩一軍 你也不一定今年是有辦法在一軍一直有好的表現 所以在隊內的競爭先有良好的競爭 然後在有危機時有困難時 隨時都有辦法從二軍這邊頂替上來 這一支球隊才是會比較強的一支球隊 那聊一下羊將 因為現在包括福萊西阿德寶拉 那相模裡也有個回歸 其實都是蠻熟悉的一些羊將 過去也都是在中指有蠻好成績的 那聊一下今年的羊將不及 其實都是有期待他們的好的表現 但是每一個投手每一位選手 包括羊將也是都是 沒有看到他們的狀況 你都不知道他們今年的表現是怎麼樣 但你就希望利用這整個春訓 讓他們好好的去把自己的狀況調整好 然後去面對今年的球季 那麼遠的荷蘭喔 三有之間 動中 動中 阿奇瑞 Out 哇 要不要挑戰 這可以挑戰喔 不過真的 哇 江坤宇又把這個球擋住 對 擋住都已經 已經夠讓我嚇一跳了 那顆心就已經全在那裡了 對 秋山龍說要挑戰 這個有機會挑戰 而且是霸地式的揮擊耶 哇 這個就很清楚了 對 真的是出局 這個很快就可以有控制了 這個手背範圍太大了 真的 極限的位置飛撲喔 而且整個動力完全想反方向的一個情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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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